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对方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 恨不得把心剖开给对方看 但事实是 你这种狂热的爱意 很有可能会把对方搞得无所适从 换句话说 对方可能被你狂热的爱意吓到 甚至是被你的爱意压得喘不过气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我简略说几个 第一 你的付出很多是自我感动 并不是真正考虑对方的需求 第二 你付出太多 会让对方对你有内疚感 有一种欠了你太多的感觉 第三 到后期 你的付出会被对方视作理所应当 不理于两个人平等相处 第四 你的付出并不是不求回报的 而是建立在你希望对方能给予你同样的回馈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 对对方太好 付出太多 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要学会有所保留 爱别人 也要爱自己 第二 不要对恋人期待之过高 很多人总是会对自己的伴侣抱有过高的期待 比如 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够在事业上风生水起 在生活中深安人情世故 还期待着对方在关系中深情浪漫 理解自己 能够在自己需要他的时候随时出现 当爱人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 他们就会失望 认为是对方不用心维护这段感情 然后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当你对爱人期待过高 你就很容易放大对方的缺点 无视对方的优点 那相处起来 你自然会对他不满意 那你们的感情又如何能走得下去呢 当然 我这不是说大家对爱人不要抱有期待 而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正确理解期待和要求的区别 当期待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拘泥其中 这样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轻松很多 第三 谈恋爱也要谈钱 很多情侣在亲密关系中 总是刻意地避讳或者忽略金钱这个话题 因为他们觉得谈钱就生分了 但事实是 不谈清楚钱更伤感情 因为金钱永远是影响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恋爱中的双方在金钱关上有很大的冲突 那么矛盾就来了 比如说 你们会因为吃饭 旅游 看电影 谁来付钱 或者谁在这段关系里花的钱多 谁花的钱少而起争执 如果你们一直回避这些因为金钱而引发的矛盾 那么在今后的生活中 会有更多的矛盾等着你们 所以 当你觉得你们的恋爱已经进入到了稳定期 不妨找个合适的时机 和对方好好谈一谈彼此的金钱关 并根据彼此的情况找到一个平衡 做个约定 这样就能规避很多问题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心理学相关知识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心灵时空 感觉发生了非常感谢 来点赞,订阅,我们来点赞,订阅的时间 我们来点赞,订阅,我们来点赞 вопросы,留言,转发费来点赞 最后 推药 有 一点